大家好,我是Stan 4月13号,女团Li Serapin在美国最大的音乐节Kochella舞台上演唱了 Anti Prejai, Pureness, Unforgiven, Perfect Night一集等在内的十首热门歌曲 成功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粉丝的目光 这是Li Serapin首次参加Kochella舞台 也是自出道以来仅一年半就受邀参加的大型音乐节 成为韩国歌手出道后最快登上Kochella单独舞台的歌手 不过,虽然Li Serapin在舞台上展现了卓越的表演和满意的热情 并且舞台表现也很出色 但是现场演唱的稳定性却引起了一些担忧 因为就在不久前,Li Serapin在音乐节目上的安科舞台 成员们显得有点紧张,引发了清唱能力的讨论 所以对于Li Serapin的Kochella表演,在韩王马上就掀起了两派论战 看表演时一点也不开心,只是担心会不会出错 音会不会准确,紧张感达到了百分之百 历代一级,搞不懂为什么去了 开卖实力不行的话,就算对方先邀请也不能直接拒绝吗 根本不知道那些歌都是什么音 他们自己在练习安排练时,难道没有觉得哪里乖乖的吗 因为歌唱不行,连舞蹈都看起来很好笑 真的需要自我客观化,需要很多努力 所属公司啊,不要再有只要有人气,实力不足也没关系的心态了 如果演员演戏演得不好,大家都会说他不经验 但如果歌手唱歌不好,各种护航和理由就会出现 舞台实力很好,长得好看,状态怎样怎样,歌曲数量又怎样 在外国论坛中,很多人都说亚洲粉丝圈的问题是 对喜欢的艺人盲目崇拜,看不见他们的问题 这样反而阻碍了他们的发展,真的觉得非常中肯 大家,这是Kochella,不是获得第一名后在粉丝面前做安科舞台 而是代表我们国家去的,真的觉得很好吗? 听他们唱歌的时候,我以为是在骂我 音调和音色一个也对不上 你们没有去看其他去Kochella的歌手表演吗? 感觉不是为了引导观众反应,而是因为担心会走音 所以几乎都在大声喊叫,这都很明显 每隔大概10秒就大声喊一次,实在太乱了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连续唱了7首歌 而且他们是女团中舞蹈难度较高的 还要边跳边唱,成员们都很瘦,体力可能不如一般人 但还是持续进行了表演和开麦清唱 考虑到这些情况,音音有点不准和部分不稳定是很正常的 老实说,这次的舞台还算不错,这不是事实吗? 只看犯错的部分当然会那样想 但如果看完整影片的话,其实舞台还不错 有些人总是只找错误的地方来抹黑 而且都只拿最后一首歌来抹黑 说实话,和云爵和金千万他们根本不至于被批评吧 今天在舞台上大声喊叫喊放声大喊 那是因为是庆典气氛故意那么做的 虽然不是说表现得非常好 但都非常努力地开麦清唱了 不至于被骂到这种程度吧 目前在韩国的各个论坛 负面的反应占的比率非常高 所以对于Lyserapim的Kochela舞台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在韩网引起热议的两个人的照片 穿着泰国传统服装 参加泰国泼水姐的腰架艳的mini 换发型的来自文斌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岁月份男团女团品牌形象排行榜 25位Pentagon 24位101 23位Highlight 22位Infinite 21位2PM 20位同邦星儀 19位ATiz 18位OmegaX 17位MonsterX 16位B2B 14位 14位TomorrowByTogether 13位Laiji 12位ZeroBase1 12位N iPhone 12位Naipun 20位Astro 23位Ostrole 9位Shiny 8位 エクソ 7位 슈퍼주니어 6位 스테이키즈 5位 방탄소년단 4位 拓死 3位 トボイジ 2位 NCT 1位 セブンティン 25位 エプリ 24位 トリプレックス 23位 ハイキー 22位 ドリームケッチャー 21位 プロミスナイト 20位 カルスデイ 19位 ステイシー 19位 ステイシー 18位 ウア 17位 イジ 16位 ウジュソニョ 16位 ウジュソニョ 15位 エミックス 14位 エイピンク 13位 エスパ 13位 エスパ 12位 リセラピン 12位 リセラピン 11位 キッスオブライフ 15位 エスパ 15位 クセイシー 15位 寿逞シーデ 15位 ソニョ 15位 ソニョ 19位 オーマイガー 20位 ソニョ 19位 ドリームケッチャー 6位 TWICE 5位 BABYMUSTER 4位 BLACKPINK 3位 AIBO 6位 여자아이들 6位 아이리스 7位 아이리스 7位 아이리스 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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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位 7位 9位